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肖元君 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2号星期一的重要新闻 亚特兰大市府网络遭SAMSAM勒索软体攻击至今 市政府系统的多数档案仍无法读取 警局资料库受到影响 公务员回归指本作业 当局拒绝透露是否付署款解锁 仅表示市民个资应该未遭窃 亚特兰大市府网络遇害案 是迄今为止骇客对美国主要城市发动的 持续最久破坏最大的网工之一 亚特兰大市府网络遭攻击10天来 市府部分关键系统仍无法存取 遭攻击的档案被改名为我们很抱歉 亚特兰大省记长洛布尔上月22日 率先发现档案遭SAMSAM勒索软体攻击而无法存取 他和许多市府人员一样 改以用手机和笔电办公 市议员舒克移试了16年来的数位档案 警方也无法存取部分调查资料库 改以手写建档 但亚特兰大市府拒绝透露受影响的档案内容 市府官员表示 骇客锁住警方档案及金融文件 勒索价值5万1千元的比特币 以解锁档案 市长巴顿斯拒绝透露市府是否交付赎金 中国财政部宣布从2号起对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 包括猪肉 水果 坚果和红葡萄酒等美国进口食品 加征最高25%的报复性关税 终止关税减让义务 以回应川普政府针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新关税的措施 中国财政部一日晚在网站上公布了一份声明 从2日起 中国将对原产于美国的128种产品加征关税 声明指出 这次税率调高幅度最大的是 对美国废女和各种冷冻猪肉 在现有进口关税的基础上 再征收25%的关税 此外 还将对数十种美国食品 包括樱桃等鲜果 和杏仁开心果等坚果 以及葡萄酒 多种钢筋加征15%的关税 这份关税清单是中国针对川普政府 3月8日宣布3月23日生效的钢铝关税的报复 而不是针对川普在3月下旬做出的 对高达600亿美元中国进口产品 征收25%关税的反击 这意味着北京未来可能会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中国政府此前计划 对30亿美元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并没有包括大豆等美国主要出口产品 去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约140亿美元的大豆 中国消费的大豆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从美国进口 金融时报指出 如果中国对美国大豆动用制裁 将对美国农民产生重大冲击 中国此次对美国进口猪肉加征关税 可能打击美国生猪养殖业和种植业 美国是中国进口苹果、樱桃、杏仁和开心果的最大来源国 中国首座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 约在美东时间一号晚上8点15分重返大气层 残骸在落入南太平洋上空时 大多分解和烧毁 部分残骸可能落在大溪地岛附近海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 天宫一号与北京时间2日上午8时15分重返大气层 结束太空任务 天宫一号与2011年9月29日发射升空 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计划之一 这个重达9吨的无人太空实验室 先后与神舟8号、9号及10号太空船 进行6次交汇对接 天宫一号被称为中国航天员的太空之家 在那里航天员创造了诸多中国首次 包括首次手控交汇对接 旅航天员首飞、首次太空授客等 天宫一号2016年3月正式终止任务后 原本要进行受控坠落 但最后失去对它的控制 失控的天宫一号预计于2日坠入地球 但坠入的预期范围太广 也可能落入陆地 因此在近日引起广泛关注 各国及国际太空机构都合理追踪 此前曾有美国专家估计 天宫一号可能在密西根州和新泽西州坠回 密西根州一度宣布进入戒备状态 纽约时报报道说 中国去年5月告知联合国 称天宫一号在前年3月16日停止运作 不再回应地面工程式的控制 但未说明原因 并表示大致推测 天宫一号部分为完全烧毁的零件 可能坠毁在太西地岛海域附近 今年的H1B签证申请将面临更严格的审议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已明确表示 在处理H1B签证申请的过程中 对哪怕是最为小的错误都将持零容忍态度 H1B是非移民签证 允许美国企业聘请外国高学历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 高科技公司每年需要的数万名外国技术工人 都是通过H1B签证招募 国会规定 H1B签证每会计年度的限额为65,000个 美国移民局今年发出警告称 H1B签证不得申请两次 凡是双重申请的人都将被拒 开放申请后 由于美国移民局将对所有申请严格把关 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人手 为此 美国移民局已暂停其他移民案件的处理 已经尚未宣布 是否继续采取以前曾进行的抽签法 但表示 申请人必须准确填写表格的所有内容 包括附上申请人的所有有效护照复印件 如果申请人要求延长留美时间或转换身份 还要提供他们维持非移民身份的证明 海外的H1B签证申请人 在成功拿到签证后 还要准备好自己的个人资料 包括过去五年的社群媒体账户和电邮 国务院3月30日宣布 将检查入境者的社群媒体账户 90天后开始执行 随着中国对海外投资设限 洛杉矶地产开发热潮受冲击 最新报告显示 2017年中国对美从2016年的162亿元 下降到73亿元 中国在过去五年中 一直是洛杉矶最大的商业房地产投资商之一 共花费超过50亿元购买该区的房地产 包括数十亿元的公寓 建设中的酒店 零售中心与在洛杉矶中心和大型机场附近 进行酒店升级 然而去年8月 中国国务院制定新的境外投资条例 降低债务失控和资本外逃风险后 一些知名企业打了退堂股 此外 还透过联邦EB5投资的中国投资客 也大幅减少 协助安排海外投资的洛杉矶律师巴特勒表示 来自中国的EB5资金 已降至前三年正常业务量的28% 尽管洛杉矶大都会区 整体投资额仅下降1% 但中国投资者在此期间的房地产收购量则下降67% 一些中资私人企业也计划出售原定带开发的土地 如北京大连万达集团计划在比伏利山庄 威尔什尔大道出售8亩土地 该地被认为是全国最理想的开发地之一 该片土地曾被罗宾桑斯麦百货公司拥有 并且被批准建造价值12亿元的豪华公寓与酒店 万达集团尽得此地快后一直没有开工 大谷祥平一号在职棒大联盟登板处女秀 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在队友的火力支援下 天使中场以7比4逆转 大谷也拿下历史性的首胜 大谷祥平一日在大联盟板凳处理秀中 共用92球 其中63颗是好球 并且各种球路接触色 球速最快至99.6英里 另搭配滑球和止插球 首个半局完美制造三上三下后 大谷二局下再用三阵抓到第一个出局数 没想到之后却连挨三支安打 包含查普斯的压轴三分弹 很快回稳的大谷再没让任何安打产生 仅有一个保送上垒 赛后防御率4.5 为了让历史之夜有个完美结局 天使在二局上就先用连续三支安打 帮大谷翔平打下两分 并在第五局就把对方先发投手 丹尼尔盖斯逼退场 留下无人出局一二类友人的局面 运动家接手的派提特 却没能留住这两分 楚奥特先用长打追成三平 埃古敦补上高飞牺牲打 力展战局 成为大谷收获胜头的关键 天使中场以7比4力转 胜利后的大谷翔平成为继1919年 红袜的贝比鲁斯之后 首位能在开幕战以非投手身份出赛 十场比赛内又再以投手姿态板凳的球员 开盘球星楚奥特赛后一回到球员休息期 蓝眼兴奋 向这位日本队友高喊show time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指责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